没有最高级 只有更顶级 六款胶兰贵妇捧在手心的顶级美妆品 你一定要知道 哈喽 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编辑正方 说到贵妇品牌啊 你一定要知道的就是胶兰 很多人想说胶兰可能就是保养品 其实不是哦 它其实是香水起家的 那大概在1828年的时候 它的创办人老胶兰先生 他在巴黎开了一个香水专卖店 他就是以服务王室的精神来制作香水 化妆品跟保养品 所以让他变成真正的贵妇品牌 那到底是什么香水呢 就是我前面这个大名鼎鼎的帝王香水 他大概在100多年前 他就诞生了 那个时候啊 就是拿破了三世要结婚 那他的皇后尤吉妮就是长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那时候老胶兰先生就想说 我想要订做一瓶香水 送给他们当成结婚的赠礼 所以他就调配了一个以柑橘调为主的一个帝王香水 它是一个充满很清新很欢乐的味道 那据说尤吉妮皇后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味道 而且喜欢到它居然喷了之后 至少它多年来的偏头痛 所以香水你看 这个香水的这个香氛的疗效 真的在100多年前就得到了证实 像在我前面啊 就是现在已经大概有五代的帝王香水 那我自己其实闻过是最喜欢第一代 第一代是比较带有花香调的柑橘调的帝王香水 那在台湾大概是第三代跟第五代最受欢迎 因为他们是就是比较有佛手柑调性的柑橘调 比较清新 像我这边啊 有一个金色风印瓶的一个1000ml的帝王香水 这个香水其实是事件少有 你在很多地方几乎都买不到 只有在巴黎跟他的一个香水的boutique才会有 大概在四年前啊 我曾经有受邀去巴黎参观他们的 娇兰的那个香水店 那他们的香水店啊 其实有一些特殊的服务 就是呢我有发现很多人去香水店买的那些顾客啊 他们都带着自己的风印瓶 就是说我想要再去回田 像现在环保永续的概念就是非常的兴盛 那他们其实是强调一个永续的奢华 就是说我用这个香水觉得非常好 那我其实我下次不用再买新的 我只要拿我的瓶子 再去店上回充香水就好了 所以他们其实很早就做到这个香水回充的服务 那我那一次啊到了娇兰的香水概念店 香水的boutique 我也开始来定做我的香水 他们有一个香水的一个试香体验 就是呢他们有香水师 就利用他们的一些方法 帮你找到你最喜欢的香水 然后重点来了哦 因为他们的这个风印品非常的有名 他们在巴黎有一些彩色的风印品 可以让你选择 我记得有白色啊 还有蓝色啊 绿色啊 红色 就等于说你挑到你喜欢的香水之后 你可以选择一个瓶子 然后装你的香水都是一个个人化的服务 那我现在手边这个 大家看一下 这也是我私长大概有四年 就是我那时候在巴黎定做的一瓶香水 是属于我自己的香水 在别的地方买不到 那我觉得那时候是不是为了现在 我要拍这个影片 所以我才保留到现在 所以我现在拆给大家看 这个是当初我在巴黎的那个Boutique 定做的一个香水 那红色的缎带跟这个蜡风 都是我当初自己选择的 那我现在就把陈锋的香水瓶 拆给大家看 他们的包装真的是很法式典牙 然后呢因为他们的这个帝王风印瓶真的是太多人喜欢了 所以呢他才在店上有这个服务 你看里面就是一个盒子也是胶蓝 然后我就把它打开来 哇你看有一张纸 红色你看我就选了一瓶红色的帝王风印瓶 这是我的名字Yvonne 就是在巴黎的那个Boutique 定做的一个香水 那这里面的那个香水啊 不是帝王香水 因为我当初好像香水师帮我咨询过 所以我记得我选的是一个 里面是放的是艺术沙龙系列的香水 那帝王风印瓶啊 它这个瓶身其实是有69支蜜蜂在上面 为什么有69支蜜蜂呢 因为我刚刚有说 他们是为了服务拿破仑王室 那拿破仑王室的家徽 就是蜜蜂跟蜂巢 所以呢它这个整个瓶身就是风印瓶 那上面的这个啊 其实就是巴黎方登广场的 那个柱子的 以那个柱子为灵感 是那个穹顶的设计 所以这个帝王风印瓶 真的是娇兰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香水瓶身 除了帝王香水之外啊 娇兰还有另外一个超过100年以上的香水 就是这一瓶林兰香水 那林兰香水大概是在1908年上市 之后啊 大概是在5月1号的前后 都会推出 那5月1号啊 他们是就是庆祝春天的来临 林兰在法国啊 也有一种就是幸福跟幸运的意义 就是法国人都会想说 啊春天来了 那我送给你一个林兰花的香水 祝福你未来的一整年 都非常的幸运跟幸福 那我手上这一瓶啊 是在2020年推出的一个 限定的林兰花香水 那因为大概在2006年开始 娇兰每年都会把林兰香水跟一个艺术家或者是工艺家合作 那我手上这个2020年的这个限量的这个林兰花的香水 是跟两个姐妹艺术家合作 那他们是手工打造了这个 你看有没有看到这个香水瓶身有非常可爱的这个吊饰 那这个吊饰其实灵感来源是就是新娘的那个头罐 就是新娘的那个要结婚带的那个头罐 它这个啊是用24K金的金线打造 然后再用白瓷去做这个林兰花 垂坠在这个瓶身上面 你看这个香水瓶身是不是非常非常的优雅跟可爱 那林兰花的香水的香味也非常非常的舒服 刚刚我已经在整个摄影棚都喷了 每一根都说相当的好闻了 一闻之后真的是有幸福的感觉 这是2020年的限定版 那我们也期待今年看看会出什么特殊的限定版 娇兰在香水界啊拥有崇高的地位 我敢说现在很多贵妇品牌 可能都没有办法跟它比拟哦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看 娇兰它的顶级保养系列蓝钻有多么的厉害 那很多人都知道啊 一些贵妇品牌不是在研究玫瑰花 就是在研究一些很稀有的植物 或者是利用很高很高的科技 那市面上只有娇兰在研究兰花 因为他们发现兰花其实是长寿的秘密 他们把这个长寿的秘密 放在女人的肌肤保养上 蓝钻系列啊 其实是娇兰最顶级的保养系列 它在2006年就开始推出 这整个系列大概有20多个品项 今天我要介绍最重量级也是最新的 就是在我手上的这个围金翠 那你们看一下这围金翠啊 看起来他们昵称啊 它就是一个香槟泡泡瓶 然后它就像珠宝一样 那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围金球 它就是我自己觉得很好奇啊 就是它这个围金球 它里面完全都是天然的成分 可是啊它在光线下面 其实会有闪烁 像流星般的闪烁效果 真的非常的厉害 其实像市面上啊 有蛮多像这种围金球的这种精华液 那娇兰的这瓶有什么不同呢 因为他们利用到最新最新的技术 那你肉眼看到 它里面大概有7000颗的围金球 它是利用到最新的 就是常常在香水界 那种高级的香水 才会运用的二氧化碳超灵界流体萃取法 它把就是大概有90%以上的兰花的微分子 瞬间气化成非常非常细小的分子 那这个分子呢就是很细小 很轻敷 带有一些轻质的质地 所以马上就会被肌肤所吸收了 它同时还有油相跟水相的一个完美的比例 所以你擦在皮肤上啊 就是非常非常的好吸收 所以呢在使用的时候啊 一挤它里面的这些围金球 就会瞬间的变成一个像水相的质地 像比较水感的感觉 你看挤出来其实是透明的 看起来就是像水一样 可是呢它又不是水 因为水非常的轻 马上就滑下来了 然后你涂开来啊 就是非常非常的滋润 你看 因为是蓝钻系列 所以它里面有一种就是它 椒蓝特殊的一个兰花的香味 真的非常非常的舒服 这个围金脆啊 它里面会有一些精脆油 会持续地进入你的皮肤发生作用 所以你的皮肤表面真的会有一种很滋润的感觉 然后我觉得这样一般的围金球的精华 可能你擦完之后就是一点保湿的效果 可是呢它就是在手上面会保有一种很滋润的感觉 那它产品的效果其实是目的是可以让你的纹路变得比较淡 而且你的那个脸啊会比较紧致上扬 所以你擦完之后其实我会感觉到我的皮肤好像有一种被一种轻轻的网状包起来 就是对于你的皮肤可能比较有点松弛啦 或者是肉肉脸 你一擦上去搭配简单的按摩手法 你的脸就会这样有点上扬跟紧致 如果你是那种肉肉脸或者是有松弛的脸的女孩 真的很适合使用这一瓶 椒蓝呢不只是更高级而且是更顶级 它们有顶级的蓝钻系列之外呢 其实我手上这个是它们更厉害更顶级的黑霜 那一般的蓝钻系列用到的蓝花 开花期大概有两到三个月 可是这个黑霜黑蓝钻的乳霜 它们可是利用秘鲁的安地斯山脉的一个黑蓝花制成的 黑蓝花因为它身处在比较恶劣的环境 所以它的开花期只有三个礼拜 像我手上这瓶黑霜啊 其实是胶蓝的就是一般的版本 那我现在要帮大家开箱的是 就是真的你在很多影片几乎都看不到 只有全球限量很少很少的这个黑蓝钻的顶级黑霜限量版 那我要打开来了哦 这个非常非常的限量跟高贵 打开来你看它的这个容器是不是就跟这个一般版不太一样 这个限量版的这个乳霜它真的非常厉害 因为它一样是用瓷器做成 不过它这个瓷器非常非常的特别 因为它是跟法国百年的博图瓷器厂合作 这个瓷器厂也是超过一百年的历史 它利用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技术 是来自日本一个传统的一个技术 它就是呢会利用这个 你看你有没有看到这个金色的 其实是24K金的一个金线 打开来呢就是它厉害的黑霜 其实这个黑霜我自己也有试用过 它的这个质地呈现是比较湿润的乳霜的感觉 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嘛 乳霜有分比较干的质地跟湿润的效果 这是比较湿润的效果 然后呢呈现一种就是淡淡的乳白色 那我自己有用过的感觉 就是它真的只要一点点 你看我现在拿一点点 它的延展度非常非常的好 你看只要一点点它就可以真的涂抹全脸 不要看它是湿润的 就是它的柔软度非常非常的好 一擦完你的皮肤就整个就是 很有光泽然后很有滋润的效果 像现在冬天嘛很多人皮肤比较干 其实擦上它之后啊 透过这个黑兰花的这个精华 瞬间滋润你的皮肤 然后呢增加你皮肤的保护力 除了这个黑霜之外啊 它这个限量组合还有附一个很厉害的滚轮 就是你擦完就是你擦完之后 其实你可以再用这个滚轮在肌肤上面 做一点点简单的按摩 就可以让你的乳霜的保养效果事半功倍哦 除了香水跟保养之外啊 其实椒兰的彩妆品也非常非常的厉害 那这个呢就是大家一定都会知道 也或者是有听过它叫做流星换彩蜜粉球 那其实椒兰也是蜜粉球的创始品牌 它到目前大概已经超过30年了 它其实每年都有出一些限定的颜色 限定的包装 然后呢这个我手上这个啊 其实2019年上市全台湾只有30组的蜜粉球 因为它很特别的是 它上面也是利用我刚刚说到那个薄涂瓷器 所以这是一个瓷器包装的一个蜜粉球 其实里面呢是有六种不同颜色的蜜粉球 就是一小颗一小颗的球做成的 那现在大部分的人都是用压缩的蜜粉饼 很少人用这个蜜粉球 那这个蜜粉球也是椒兰非常独特的地方 那我手上这个是02号 就是白皙款 是他们目前销售最好最好的颜色 那在使用的时候它其实是可以 就是拿刷子 像这样很简单 就像你在使用蜜粉的时候 这样整个刷 那你会觉得说 哇那我这样一刷不是六个颜色都混合了吗 没有错 因为它是经过精密计算的 你用刷子刷一下 这个是最好最好已经混合好的颜色 你就可以刷在你的整个脸上 让你的肤色看起来更光泽 那我觉得现在真的是用这个蜜粉球 非常好的时机 因为你知道很多人都戴口罩 上了粉底之后呢 那个再上粉饼 那个口罩上面就沾满了太多的粉饼的那个颜色 那这个蜜粉球 其实它就是很细很细的蜜粉 画在你的脸上呢 它就是有定妆的效果 同时它真的比较不容易沾染口罩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 现在是使用蜜粉球的非常好的时机喔 最后啊我要介绍 焦兰这个一定要知道的一个唇膏 就是红宝之吻的唇膏 那其实焦兰的红宝之吻唇膏 我真的觉得它们的概念很新 因为它们在很久很久之前就推出 可以一直不断的换彩壳的唇膏的概念 那这个红宝之吻的唇膏啊 看起来它就是一只很漂亮的唇膏 它的重点是它的这个壳 是可以不断不断的换的 我现在手上呢 是这个是今年农历年 就是马上就要推出来 因应中国新年跟情人节推出来的这个 红宝之吻的限量款 那你可以看到它上面呢 就是有一个蜜蜂的图案 蜜蜂就是焦兰 就是皇室的象征嘛 它有一个就是比较是金色跟银色 跟一个就是比较喜气的大红色的蜜蜂 像女生如果出去外面要补口红 一定需要镜子 它其实打开来 它这边就是一个小镜子 而且它的镜子的设计的大小 是刚好就是照你的嘴唇 所以你可以这样子非常非常简单的补妆 然后呢收起来的时候呢 它刚好有一个卡顺可以把它卡起来 这样就直接放在包包里 真的非常非常的时尚 是一个非常时髦的配件 那另外呢 它今年推出来就是214的颜色 那214呢 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大红色 那214也是夕阳情人节的颜色 那它这个红色有点偏橘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种亚洲人 有点带黄的肤色人擦 会看起来非常非常的漂亮 那它擦起来的质感 是一种断面的质感 所以就是有一点点滋润效果 然后又不是这么的粉雾 是一种淡淡的光泽 所以可以让你的过年擦起来就蛮喜气的 以上就是我今天介绍顶级中的顶级的胶蓝的一个六个隐藏品 如果你还想要知道什么其他品牌的一些秘密 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 我们下个礼拜五再见 拜拜